最近因为锦销执勤传出不幸殉职意外 引发市议员李梅珍对锦销工作保障的关注 尤其六都当中只有高雄和台南没有编列繁重加紧的预算 现在更传出因为财政困难连加班费都会有问题 李梅珍就建议市府将每年超收约1.6亿的罚款 作为繁重加紧预算的来源 体恤远景工作辛劳 不论是交通指挥 治安维护还是打火救灾 只要任何地方有危险 锦销人员就必须前往出任务 最近社会上起见重大锦销殉职意外 凸显锦销人员工作保障问题 其中交由各地方政府编列预算的繁重加紧 目前在六都当中只剩下高雄和台南还没有编列 市议员李梅珍呼吁市府加强重视 他们的勤务这么重 可是他们的繁重加紧六都都有了 只有台南高雄没有 为什么我们高雄不能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因为我有就是听基层远景说 他们现在连加班 也是因为经费不足 叫他们不要加班到慢 根据市府统计 高雄市如果要编列 锦销繁重加紧预算 一年可能要增加六到七亿 是一笔不小的预算 但是为了给锦销更好的福利和待遇 代理市长许立明与诺会想办法筹措裁员 真的是呼吁包含在这些非法定社府 跟特别是警察跟消防人事加紧上面来讲 我真的是沉痛的呼吁 中央应该要有个统一的规范 但是我也请李议员放心 在中央还没有去处理这一个部分之前 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想办法 在筹编这一个相关的裁员 等于说台北是加到一倍是那个 那其他第二组的部分就是可以加到七成 那我觉得高雄没钱我们可以慢慢做 我们先加个三成 对慢慢的加上去 可是不能说一个说没钱就都不编 就先从三成编 你超收的你就再回馈到警察身上 李梅珍认为市府每年超收的罚款收入 将近一亿六千万 建议可以作为警销繁重家级的经费来源 虽然无法一次到位 却也能表达对警销人员的心意 希望体恤远景辛劳 港督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导